يرę Muh Signal 為什麼我個作刻 會有點尷尬 路頭 那你要來大船嗎 大船沒有DLS 小女孩種沒有傳掃走 他這路頭 沒有沒有追我 很好 最修不太了機啊 真的要我講的話 我會告訴你們 真的比賽非輪多 不要說閃現 你有一些技能你想用非輪多 你不要說你很熟練 就算那些比賽的人很熟練 他們也不見得百分之百都能躲到 但是 比賽為什麼他們還是繼續帶 就跳到我前面收的那樣子 那你如果只是一般排位 我就問你 你根本只是拿飛輪在玩命而已 而且也是拿飛輪在玩掉你這一整局的節奏 你很有可能你這飛輪一整集就不到 對啊 也很有可能因為你這個飛輪 根本沒有發揮到任何波路 所以你根本就丟不了一整集 然後你這一整集就沒了 這麼接待 你去三十一啊 幫我接電過來 那個小船那邊 可以嗎 好好好 對啊 他不是沒有去那邊溜嗎 等他拉開了 對啊 你就去幫我接電過來 然後 歐斯斯去二舊就好了 鎚囪 你如果我常躲 我也都說啦 你好躲 那是你的天分你玩得好 你對不對 對 你的位置在哪裡啊 我? 嗯 魔術師在大船底下咧 他現在過去了啦 他應該救我到 你可以不用休 你可以去準備鐵門或是等著 你確定他救我到嗎? 欸 他死角落欸 我不知道咧 這個角落有點危險喔 那你看看好了 你看看能不能 可是你也過不去吧 你會被勾咧 等一下我小男孩沒有用 走一下 喔好 那有有有有 你必須用 我剛才在那邊講話聊天 我沒有注意到那個魔術師 好怪我不知道 沒關係魔術師去救就好 好可以可以 拉開就好 對啊 他要去抓那個小女孩 那你等一下直接填 好 說真的玩得好 要帶飛輪也是可以 但是為什麼真的會不建議 原因就是因為 這是一個風險性的問題 你們懂嗎? 你說飛輪出事的機率嗎? 真的真的很高 好 他因為飛輪 搞崩整盤 的機率 也真的超級高 很高 絕對都高過七成 我是講認真 你們自己真的 有很認真在打牌 為了 一定